所有获准营业的商店明天起都可以开店做生意直到晚上的10点钟 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利今天宣布 除了之前已经获准延长营业时间的餐厅之外 那些原本只能够营业到晚上8点的商业领域 包括所有的便利店、眼镜店还有杂货店等等 明天也就是29号开始都可以营业到晚上的10点钟 他表示统一所有领域的营业时间是为了方便执法人员监督还有管控 那除了调整商业领域的营业时间 他也针对有公寓的管理层强制规定住户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事件作出回应 国内社区感染大爆发 如今传出有公寓管理层强制规定住户必须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今天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利被问到的时候就表示 虽然国安会并没有条规规定 公寓管理层必须得这么做 但是政府是不会阻止的 他也再一次放话 那些旅程不听违反SOP的民众如今是越来越多 因此政府正在修订法令以提高对个人或公司的罚款